接著就講完area 就是講volume volume 記住我們dse考得很淺 它只會繞住一條水平線 或者好像下面要繞住一條垂直線 去到轉 所以實際上它怎麼轉都不用怎麼理 我會這樣形容 你可以背一條公式就算 如果它繞住一條水平線 例如x軸 它的寫法我們可以這樣 就是pi 然後由a到b 這個y²dx 例如我們現在有這樣的curve 這樣才算 這裡就會是a 接著就會是b 如果它繞住我們x軸轉的時候 如果這個y等於fx的時候 所以它的volume的計法就會是pi 由a到b y²dx的情況 就是這樣就講完了 所以其實到下面一樣 舉個例子 現在這裡有這樣的curve 例如這裡叫做c 然後這裡叫做d 如果它繞住y軸轉的時候 volume就會是pi 然後由c軸到d 我們的x² dy 就是這樣 我們就成功計完這個volume 但有時候未必是這樣 有時候舉個例子 這裡是x軸 其實我們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上面有一條graph 例如我們現在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陰影部分 這裡是y等於a 他會問你如果繞住y等於a轉的時候 那個體積到底是什麼 舉個例子 這裡如果叫做a 然後這個x座標叫b 這個x座標叫b 實際上來說我們是不會繞住x軸的東西 但不要緊 你只要向下跌 這裡不會叫a 這裡叫m 你向下跌m格的時候 你會移動x軸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volume就會是pi 由a到b 我們那個 你看我們是y² 所以 你本身的curve要向下跌m格先 所以就是y-m²dx 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找volume的方法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例子去試一試 OK